大家好 很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現在我們有請 Collar 經理人阿Wing 先出來跟大家說一番話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Collar 經理人阿Wing 相信剛才大家已經在社交媒體 看了蘇晴和公司的宣佈 蘇晴她將會退出Collar 公司和我們都非常之尊重她的這個決定 在未來的日子 我和團隊會一直跟Collar一起走下去 也都會祝福蘇晴 她找到自己的方向 多謝大家一路我以來的支持 接下來我會交給Collar 她們都有一些東西想分享 大家好 我們是Collar 今天想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件事 我們的隊員騷情 做了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就是決定退團 離開Collar 雖然我們和大家一樣 都很捨不得她 但是在過去的這段日子裡面 我們看到她很努力地嘗試 去平衡她的各方面 包括重新踏上舞台的生活 我們很希望大家可以給她一些空間 重新出發她的生活 好好地過她平靜的自在的日子 而我們也都知道 在這段時間裡面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是會完全尊重俗成的決定 往後的日子 Collar會七個人繼續一起走下去 我們會好像以前一樣這麼努力 為大家帶來更加多美好的創作和演出 一直以來多謝大家的不離不棄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Collar 陪著我們走未來的每一步 最後 再次在這裏多謝大家的支持和愛護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祝福蘇智 多謝大家 我們現在會有10分鐘Q&A的環節 避免混亂 希望大家合作保持秩序 每一間傳媒問完才到另外一間 每次只問一條問題 謝謝 請問有沒有哪一間傳媒想問 請問大家 請問一下大家 幾次的蘇智是幾次決定她 她是較早前決定的 即是大概幾時左右 什麼時候我們都不太記得 較早前 那是否戚測的時候 她已經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們為了監獄 戚測她是有出席的 超級的時候 其實超級的時候 我們很少時間去排練 因為各個隊員都有不同的工作 我們排練了一至兩天 但在那段時間 蘇智已經病了 其實我們也有些隊員都陸續 痊癒了 也有病 那你們有沒有嘗試過玩偶蘇智 或者你們在小組上有沒有聽過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跟蘇智去溝通 那關於她的心情 其實她都在較早前 在社交媒體的那篇文章那裡 有交代了 我們都不方便在這裡評論太多 那你們其實跟蘇智 和談談這件事的其間 你們有沒有 就是有些流淚 或者很不開心的感受呢 當然我們都會有不開心 或者不捨得 但是過去這段日子 看著她很努力地 去重新適應她的生活 面對不同的挑戰 那我們都很明白她 亦都很尊重她的所有決定 明天的過程有沒有哭 我們當然會不開心 那你們想繼續 支持7個的文件 再加多一個人 再加多一個人 其實都見到蘇智她的文章裡面 都有表達到 她是希望我們COLA 可以繼續這樣去發展 好好地 那所以我們會帶著這份力量 都會繼續好好地 以COLA團隊的認識去走下去 去走下去 如果之後的工作 你們會有什麼狀況 有沒有說 會有什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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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接下來 我們COLA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新動向 都包括我們之前 說了很久 很想做到的演唱會 又或者是不同各方面的挑戰 我們將來都會 團隊一起去做的 是的 那蘇智是否因為 我覺得在房上 還沒有些根源 所以 都不敢去做的演唱會 都是關於蘇智的感受 她在文章上面 都已經是 向大家交代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 給她多一點空間 去過她的生活 以及不要太多的揣策 所以我問一下蘇智有沒有 跟你們說過 她對去年以來的 或是她的公司 的處理手法 很明顯 還有我們 經過這方面 也是 關於這方面的 其實她在文章裡面 都已經交代了 希望大家不要太過 揣策她的意思 你曾經說過 白甘 是很漂亮的 現在就少了一個 你擔心 這句說話 會有什麼能力 會帶給你 是嗎 我想這句說話 是當時我自己說的 以後我解釋一下 其實當時 白甘 等於零這個說法 是我自己個人 很想給一個力量 給蘇智 告訴蘇智 我們之後的團歌 或者之後的一些 新的作品 會很想等它回來才做 但現在她有這個決定 我們一定要尊重 以及要接納 那白甘 等於零 我們現在是歸零 所以我們 重新出發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 我們之後的作品 還有我們之後 七個人 都會試不同的事情 做不同的作品出來 希望大家會 繼續支持我們 或者我們都會更加努力 去做好我們的表演 那你們之後的作品 有沒有受到修徹推出的影響 或者是否已經有些 在做中 或者在做中 我們接下來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無論是我們團體 又或者是 sorry 又或者是可能我們團圓 都有各個不同的挑戰 希望大家可以 真的密切留意一下 我們接下來的作品 支持我們 嗯 你們之後 有沒有再修徹的作品 例如錄音 或是錄音 關於之後的作品 大家拭目以待 之前那些 有沒有做落了 是修徹的作品 或者這題我補充 那之前的作品 其實修徹有參與過的 他一定都在 其實他的力量 跟我們都一樣存在 未來的一些作品 他現在退出了 那大家都不要再給他任何壓力 那接下來 COLA就是 會以他們七個人的方式 繼續走下去 我的意思是 會不會有些 他已經錄了 或者做不到的作品 會再做 不會的 因為之前的 就說之前已經做落了 那那些 就已經 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 他退出 那退出之後 他就不會有他的作品 繼續出現 想問一下 COLA可能是一些廣告 或者其他的project方面 有沒有受到 COLA決定 有些人重拔 或者再做 沒有的 因為我們團隊 其實都一直去進行 即是有很多計劃在進行中 那其實接下來 我們對COLA都有很多的計劃 那主要以團為主 那團也會有很多的計劃 會陸續推出的 那我想COLA都不會希望 我們因為這件事 而停止腳步 所以我們都會繼續向前走 那會不會考慮加藥新團 不會 COLA永遠都是COLA 有沒有一些合約的賠償 關於合約的東西 那條款或者細節 就不方便透露 但是呢 我們有一路跟蘇晴做一些溝通 那大家 我們會做很多的彈性 和會配合它 就是大家會平衡各方面 所以 以今天為止 蘇晴是否還是非常之間的 還是其實已經解了藥 我想 在合約上面的細節 真的不方便透露 那也都我們 其實都是進行中 有很多事情 我們仍然是跟它相討 那但是暫時 就好像它的公佈一樣 它會退出COLA 既然會否一定 可不可以再講一下 你們對蘇晴歸隊 去水 蘇晴歸隊 你們有什麼感受 你還可以再講一講 因為剛才有假的 我先說 其實從蘇晴歸隊之後 當時就很開心 但也看到她一直很努力 適應新的挑戰 我覺得她是很勇敢的女生 也希望她的生活可以開心心 所以即使我不捨 我也是非常尊重她的決定 還有我覺得即使換了身份 COLA曾經經歷過的事情 是不會變的 我相信 知道這個消息 一定會不開心 和不捨得 但是 我相信在座每一位 我們都是最想看到蘇晴 是過得開心 幸福和自在 所以 她做這個決定 我是絕對尊重的 其實對於蘇晴的理解 或者對於大家這麼久以來的相識 其實 知道她有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很多問 已經純粹知道要尊重 和不會再加以評論她 只會尊重 和支持她之後的決定 所以 唯一我之後 和我們會再專注的 就是我們 因為八個女孩 其實也是一個很有夢想的八個女孩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事情 很想達成 很想帶給大家 所以 接下來 我們COLA會繼續 以七個人的姿態 去給大家看更多能量 和作品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我們 我再說 一直以來 都看到蘇晴 她很勇敢地站出來 去加入我們的所有 演出 作品 等等 但是 在這個過程中 也看到她 是真的不容易的 而我自己是覺得 要做出退團這個決定 更加是不容易的 所以 我們是會完全尊重她的決定 亦都是希望 很希望大家可以 真的給她空間 是 這個決定 蘇晴 有這個決定 我是非常尊重她的 當然 不開心 都一定會有 因為始終我們有造星到現在 都是八個人的一個團隊 但是 我相信大家都最希望的就是 蘇晴 身心健康 能夠走到她最舒服的路 和做到最舒服的她自己 這個也是我們的期望 接下來我們七個人 就像蘇晴所說 我們都 希望我們繼續有力量去走下去 我想 第一次 知道她有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的感覺反而是不想她 因為這樣而覺得愧疚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 去找自己覺得開心的生活 和 我都很希望她自己會幸福快樂 所以 在我角度 我會 接納 和尊重她這個決定 和她都說 她希望我們都可以 好好地繼續下去 所以 希望她會找到她的快樂 我覺得 成團到現在 我們之間 的 回憶 在我們身裏 或者是在粉絲 所有人的身裏 都不會消失 她做了這個決定 我們 其實都是 會 怎樣也有些感受 但是 希望大家和我們一樣 都一起 祝福蘇晴 也都祝福康蘭 未來的發展 Q&A的環節 尚餘一分鐘 你們會不會考 你們會不會 單機發展 你們失望 或是發展 或是發展 或者我都可以回答 其實Q&A 他們以團隊的活動 或者團隊的發展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計劃中 所以接下來 他們會很著重 在她的團隊 當然 另外一些 成員 已經有一些獨立 或者個別的作品 我們 其實最終的目的是 他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在不同的範疇 去學習 和發展 最後一次見蘇晴 你們是在啟動 什麼時候 不太清楚 記得 但是 我們是一起見面的 一起談 這個結局 是 她 她有說過 你有沒有期待 會不會再歸走的事 關於她之後的去向 又或者她之後會做的事 其實她在社交媒體 都有表達了 那篇文章 是的 我們都會祝福她 今天的記者會 正式完結 我們現在 請Callar 暫立 給大家拍一張合照 或者我們一起看一看中間的傳媒朋友 好 我們一起看一看 我們自己左手邊的傳媒朋友 可以不用擔心 好 可以不用擔心 請你 最後我們一起看一看我們右手邊 沒有擔心 重點 前面 сделать 很好 對 可以 再次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出席我們的記者會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正式完結 我們先請Collar回到後頭 謝謝 辛苦了各位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